如果你问我哪台车对于自家的这个品牌向上 有非常成功的这个经验的话 我相信身后的这台比亚迪汉绝对是绕不开的一台车 这台车上市至今差不多刚刚好三周年左右的时间 而它的累计销量呢已经去到了55万辆 尤其是在过去啊 它的顶峰销量单约可以干到超过3万辆啊 非常惊人 最关键的是这台车它的价格啊 是不到20万然后到30万出头 价格的这个覆盖面也非常到过 车型的选择项 你有两驱你有四驱 你有纯电 你有这个混动 混动里面还有DMI DMP选择项非常的多 然后最关键的是 它们的这个均价呢 可以去到25 6万 这就非常厉害了 你要知道它的这个价格 其实是很多合资的B级车的一个价格区间 但是这台车本身的一个车身尺寸呢 又和很多C级车相当 所以在过去啊 今年上半年的1月份到7月份 在这个B级车加C级车的这个销量这个榜里面 它稳占第一 其实之前呢也是第一啊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市场地位 那对于这台车 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啊 它已经不是一台新车了 为什么我们还来拍它呢 那么下面要恭喜所有比亚迪汉的车主了 因为你们的车马上就要升级了 熟悉比亚迪的朋友都知道啊 其实它们的OTA频率还是非常高的 这台车已经累计有18次的这个OTA升级了 而且每次周年庆的时候 它们都会有一个OTA的大礼包 这一次三周年也不例外 它们这一次的OTA大礼包 有哪些内容呢 今天和你们聊一聊 OK那这一次三周年的OTA大礼包呢 主要有以下这些升级点啊 和大家先罗列一下 第一个很多人期待已久的云脸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 然后iTech的一个智能扭矩控制系统 还有就是数字钥匙啊 场景模式啊 以及手机遗忘的提醒功能等等 那先说一下后面几个 所谓的数字钥匙呢 这一次就更加高级了 即使没有网络的情况下 它可以通过高精卫的定位 以及超宽带的技术 让你的iPhone手机啊 在靠近车辆的时候 实现一个无感解锁啊 只有支持iPhone手机啊 这个功能呢 只有在这个 和EV千山翠的限量版本上才支持 那其他版本的车主就有些遗憾了 除此之外的话 像手机遗忘提醒功能啊 其实在我们日常的使用场景中经常出现 那当你这样的一个场景触发的 手机落在车里 它就会通过语音播报的方式提醒你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实用的 最后一个场景模式啊 它就增加了这种小气模式 还有擦屏模式等等 那么对于这一次OTL 我相信很多人最关心的毫无疑问 就是它的原点C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着和大家聊 这个原点C的这个选择啊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那今天呢 我们在的这个试驾路线啊 是南昆山的山路 刚好呢 我们就可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功能 以及实际的一个体验究竟怎么样 那这套原点C呢 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啊 就是可以在中控屏上看到 它有舒适和运动的两个调节选项 那这个功能简单来说啊 它就是通过电磁阀的这个调节啊 去实现悬挂的阻尼的一个 无级的毫秒级的一个变化 当你遇到非常颠覆的路况 它就可以通过这种非常高频的 小阻尼的这种控制策略 让这台车的悬挂开起来呢 是比较软的 那这种舒适性就会有所保证 而当你需要激烈驾驶的情况下 需要更稳定的这种操控感的时候 它又会采用另外一种非常低频的 这种大阻尼的控制策略 让这台车开起来非常的稳健 一支侧行能力非常好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这个底盘感觉很硬 那对于驾驶员来说 开起来就更有信心感 那相当于传统比较单一的这种阻尼旋过 这个圆点C确确实实真正做到了 这种舒适性和操控性有所坚固 这个真的就是科技的魅力 那还有就是说 像它的这个圆点C的上线 它也有这种舒适控制 这种舒适控制 它可以通过车辆的电控的悬架阻尼 还有这种自动末端的压力协调 去控制车辆的一个抚养动作 让它的整个车身的动态 更加的偏向于舒适性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升级 我觉得也是OTA的一个魅力 那除此之外 它这一次OTA里面 还有一个ITAC的一个智能扭制的控制 这个功能就是通过你的车轮姿态 你的车轮状态 以及电机的一个状态 就实时的对前后轴的扭曲有一个智能分配 那意味着在更加复杂的路况下 它会更加智能的更加聪明的就进行扭曲分配 让你的车辆的稳定性舒适性都能更有保证 这个就是这一次在动态方面 这两个功能的一个体现了 那不得不说 今天开着这台远点C的汉 在南宽山这样的山路 确确实实是能感受到驾驶乐趣 而且它的底盘质感 给到我的这种信心感真的很足 说起来汉还是一台比较注重这种 舒适性的一台中大型的轿车 但是在这样的路况开起来 它有了远点C的驾驶 它就是开起来很有爽感 OK那以上就是这一次比亚迪汉 在三中龄的OTA大礼包中 会和大家去升级的点 我相信很多作为比亚迪汉的车主们 一定是会非常期待的 不着急啊 这个推送马上就会来到你们的身边 那不同厂家对于这个OTA的这个重视程度啊 对于这个用户来说 真的体验感差别非常的大 因为OTA说起来很多车其实都有这个功能 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些厂家 它的车型OTA一年的这个品质很低 然后呢功能升级也非常有限 而我们看到的像比亚迪 包括一些新系列的车机 他们真的很重视OTA 所以他们品质很多 而且每一次OTA的时候 新增的功能也很多 对于用户来说 就是超出预期的惊喜 那这种感受呢就真的非常棒了 比如这一次比亚迪带来的这次 三周年OTA大礼包 对不对 OK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金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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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